女孩只是想做手工赌贴家用 可这天她却接到了一个大单 据说这一个娃娃就给一万块 然而对方有个前提 那就是只娃娃时一定要念动发来的咒语 女孩觉得有些莫名其妙 可为了赚钱她也只能答应了下来 很快她就收到了客户寄来的样品 然而就在她准备进屋的时候 一双脚却挡在了门口 但好在只是快递在运送娃娃所需的材料 女孩被吓了一条 因为那些快递员个个带着头套 怎么看都诡异的不行 但好在放下东西以后 他们就离开了这里 女孩迫不及待地打开了箱子 而里面也果然全是只娃娃所需的材料和咒语 见一百万直接到这 女孩就想要早点完成这些任务 起初一切都还正常 很快女孩就支了足足三十个 可越往后面支 女孩就越来越不对劲 她的同款开始变得诡异 精神也慢慢恍惚了起来 而女孩丝毫没注意到 自己编织的娃娃也比之前的更加恐怖 眼见女孩的情况变得越来越糟 谁知就在这时 她的手指却不小心划破 只见鲜血滴在了娃娃身上 女孩的瞳孔瞬间收缩了起来 而等鲜血被娃娃彻底吸收的时候 她便直接瘫倒在了桌上 可女孩哪里知道 正是意外划破手指才让她捡回了一条小命 等女孩醒来的时候 她就已经完成了一百只娃娃 很快快递员也赶到这里搬走了娃娃 可等女孩刚回屋 她就通过监控发现 似乎有一个箱子落在了院子 捡起箱子想要还给人家 可快递员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等回屋以后 她好奇地打开了箱子 结果却发现 信封里还有张二十万的电视购物卡 而另一个黑色信封上则写着购物开始的时间 于是等到了晚上 她迫不及待地来到电视跟前 因为电视购物的时间正好是凌晨的两点半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她按下了遥控器 果然电视上面就出现了购物频道 然而让女孩万万没想到的是 上面居然正在出售自己治好的娃娃 并且价格还开到了二百五十万元 她正想吐槽中介的黑心 可不料这时主持人却说这个娃娃有诅咒的效果 听到这女孩愣住了 她以为自己听错了 偏偏就在这时 一个脚带铁链 偷戴面罩的人 直接被推到了屏幕前 女孩傻眼了 她赶紧按下遥控器 结果电视压根就不听使唤 而经过讲解女孩才得知 据说只要把被诅咒人的姓名和住址写下来 然后贴在娃娃上就能实施诅咒 而接下来要做的便是尽情的折磨对方 她被吓得想要关掉电视 可电视压根就不听自己指挥 看见里面主持人的操作 以及被诅咒人的反应 女孩觉得不像眼的 于是便赶紧拨打了报警电话 可刚等她准备开口 她却突然察觉到了什么 只见电视里面的女主持人 竟然慢慢朝屏幕靠了过来 那种感觉就像是在看自己一样 起初她还有些犹豫 可直到从对方的眼睛里看见了自己 她这才意识到自己被监视了 女孩被吓得喘了口粗气 偏偏就在这时 女孩傻眼了 她赶紧抠掉了遥控器的电池 不曾想就在这时 她的肚子却突然疼了起来 并且很快脖子也像是被人掐住了一样 她想要挣扎 可恍惚中却看见了戴着头套的快递员 结果下一秒 等到了第二天晚上 闺蜜来女孩的家里找她玩 结果却发现屋里一个人都没有 无聊的她便只能看起了电视 没错 还是那个电视购物 只见主持人捏动诅咒娃娃 而被诅咒之人也吐出了大量的鲜血 闺蜜觉得有些甚人 可很快她就发现桌子上也有一个诅咒娃娃 那上面写着女孩的姓名和住址 然而很快她却发现 电视里被折磨之人的头发 居然和女孩的发型一模一样 直到这时闺蜜才意识到了不对劲 慌乱之下她赶紧掏出手机准备报警 只不过可惜的是 这也正好触碰了电视购物的境界